请继续执行 春童府 位于距离曼谷约莫700公里远的南方 一则新闻报导 一位原籍不久的泰国高僧 今生安置在佛堂里 供人膜拜 前不久一场大火将佛堂烧个金光 令人意外的是安置今生的棺木 却只是外观被熏黑 里面的今生却是毫发无损 目的地在您的右手边 我刚才来那只锅里睡吧 我刚才来的 我刚才来的 我已经在佛堂里了 我已经在佛堂里了 泰国媒体也不断报导这件神奇事迹 全国信徒纷纷纷前来摩拜法师今生 即使是同为沙门的和尚 也常来向今生顶礼 这位法师叫做龙鲍文马 在泰语中文是福气 马是来的意思 泰国的僧人习惯用祥瑞的字来取名 除了象征美好 也让信徒们想起他们时能即刻获得祝福 据说龙鲍文马生前在泰国南部一带就非常有名 因为寺院在背山面海的地方 它常在山洞里打坐禅修 也常面着大海体悟难以计量的自然之力 因此自修出一套法门 帮助信徒们安居乐业 和经常得到意外之财的引起 人类与大自然共存在地球千万年 高僧的故事也许是传说 也许是神话 但不变的是 在他们心中都一样有着一颗赤裸善良的心 想着如何自度 也想着如何度人